欢迎欢玲 欢迎欢迎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捏 你好 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是CD在唱歌吧 这是现场 现场 我们一直以为是在放CD 谢谢 好 请进 我们现在就算人齐了是不是 人齐了 这就是时光之佳的成员了 欢迎 杰哥 娜娜是不是有唱过这个歌 对 她当然唱过这个歌 我还不只看过一遍 你觉得 宋命级 觉得什么 哪个唱得比较好吗 哪一位唱得比较好是吗 让我来慢慢说出我的答案 我觉得这个首先 一定是黄琳唱得更好 我跟娜杰打个电话 一定是她唱得更好 但是我觉得 她 黄琳肯定没有纳了那个鼓针弹得好 高情双花眼 就是 端水大师 黄琳我听你第一个声音就是在石头的家里 听到你的 嗨歌 那个时候已经录了是吧 对 那个时候是小样还是做出来的我不知道 但很早 当时我说这个歌好酷 中间 就是那个 马头琴 变得太好了 我就觉得很欣赏 很欣赏 什么时候我们家的电铃这么大声呢 狗都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请进 第一位来的嘉宾是 哈喽 哈喽 这是我的老友 叫马靖恒同学 马靖恒 大家好 大葱来了 是我的制作人许世聪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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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老师好 哈喽 哈喽 泡哥这次是我请来的好朋友 对 这是我音乐路上背后的女人 她叫吴真怡 我的我的 开始了这就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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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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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我演唱会请她去看 她说哇好好唱好好唱哦 没了 好好唱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的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哈喽哈喽制作人常诗类 哎嘿嘿 这个人哎对你有意见 哈哈哈哈 来喝水 怎么上海就来这个 最喜欢喝水的人 天天喝水 丛哥不是为什么啊 张杰约你为什么你不来呢 啊这是能直接说的吗 当然直接说 当然可以啊 比如说你那天肚子不舒服 是不是那个 那 就 挺累的出门 哈哈哈 这个蛮有点累 我明白 宅死了 哈哈哈哈 他叫什么小爱 我取的名字 你家的 时光家族的 哦 他喜欢你 哎更不错哎 哎他喜欢你 海拳哥啊 我们之前其实在北京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在北京认识 对吧 对 啊炮哥你什么时候出刀的 哪一年出刀的 我是 上个世纪吗 两个人 哈哈哈哈 上个上世纪 好不好 好不好笑 哈哈哈哈 二十四年前 哈哈 一九九九年 哈哈哈哈 时光手册来吧 为了这场聚会 我们特意为你们准备了晚餐 哦 本次聚会你们需要翻开记忆之书 回到过去的时光 分享背后的故事 并通过举杯进入你们的音乐时刻 准备了晚餐 所以我们现在 吃晚餐的 现在 为了欢迎大家来到时光之家 我们的冠名商 君乐宝旗帜鲜活奶粉呢 和我们一起给次次来的朋友们 送出了鲜活的旗帜奶粉 这里还有卡片哦 创作好音乐 需要制作人 倾注心血日夜精进 成为国产鲜活好奶粉 也要经过日复一日的严苛要求 时光不老 音乐鲜活 希望老友的感情 能够像旗帜奶粉一样鲜活 中秋节和国庆节也快到了 正好可以选择旗帜 鲜活奶粉送给身边的宝妈宝爸哦 君乐宝旗帜鲜物业呢 采用的是全球领先的鲜活的奶粉技术 从牧草的种植啊 奶牛的养植啊 到奶粉的加工啊 一体化生产 邻居里的运输 生鲜乳一次生粉 让鲜活不流失 所以呢 旗帜奶粉能做到呢 是在罐底标注了 极奶和生产的双日期 这在别的奶粉罐上 是很难见到的 对 我看到了 而且旗帜至亲的 极奶和生产的日期 还是在同一天哦 保证了奶粉的新鲜和营养 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来了 餐来了 我们去男生拿餐 大厨我们来 走起 在那儿慢点 对 它还是不转弯的 这还不行 是要放上去吧 对 串串 对啊 烧烤为主是吧 你们时光之佳 火是很好 对 来吧 我们大家先举个杯 来吧 来吧 今天是第二次的时光音乐 会老友记的碰面 我觉得今天肯定有些不一样 因为请来的都是我们背后的男人和女人 人生当中的音乐事业上的另一半 谢谢我们各自带的制作人的好友 然后感谢我们的老黄 黄金老师和他的乐队 混在上面吗 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喝 好好的烙 然后呢 好好的吃 对 然后一起开启鲜活音乐的时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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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